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寻觅追逐来路 落花残雪佛 贪恋辜辜负 归出有义务行动 多年后 路世人非 一方江湖为一个梦 群雄竹落 一遍天地 千玛同行 笑叹人仲 一同天下 兄弟繁目 心态隐固 一身荣誉 长江冷暖 盼寻规徒 一同天下 兄弟繁目 心态隐固 一身荣誉 长江冷暖 盼寻规徒 一身荣誉 长江冷暖 北宋元佑年间 大宋皇帝赵旭少不惊事 而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 却已到了垂暮之年 大辽皇帝耶律弘亲 垂涎大宋疆土已久 见大宋时局动荡 国力健威 不顾两国地结的停战合约 囤起重兵与宋辽边境 只待时机成熟 便大举出兵南下 辽军不时派兵鲁岳民间的粮草财物 年复一年的刺探骚扰 烧杀强略 使得无数大宋百姓家破人亡 流离失所 饱受战祸之苦 中原武林各大门派及各路江湖豪杰 不忍国土山河破碎 百姓生名涂炭 奔着为国为民的侠义之道 前赴后继地展开了服诵抗辽的 仁义之举 干�继地展开了 下 kok 很厉害 请他继续 克服 ViacA això 杨 撤 咳 神 本 托 还搞 曾 以东 走 来 谢谢恩公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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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改帮求疯 谢谢恩公 乔德主 都解决了 查清楚怎么回事了吧 是楚王仗下的新兵 过来打草蛊的 这是在带队身上搜到的 你看看 帮主现在何处 少林召开武林大会 汪帮主已然赴会 了解有变 我去趟少林 你们协助百姓 收到你 好 好 好 老家 请问这台上是谁和谁在比武啊 这是无量剑派东西宗五年一度的比武 胜者可入住剑护宫 对 台下左边那位是我们东宗的掌门左左面 右边的是无量剑西宗的新双青 比武切磋 点到极致 倒也是可以看一看的 好 好 好 哎 小线 干嘛呀这是 这是什么事啊 哎呀 这也太危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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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好笑 我那猎徒是才以跌扑布获胜 这位仁兄似乎颇不以为然 还未请教高姓大明是何人门下 嗯 是在说我吗 在下姓段 单名一个玉子 没学过什么武功 我是才啊 看见有人摔跤 无论他是真摔还是假摔 我总归是要笑的 我总归是要笑的 你瞎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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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瞎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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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会 还是装傻 好玩好玩 这人说话跟绕口令似的 真有意思 我自然是真的不会啊 装傻有什么好装啊 既然不会 为什么来无量见四大爷 你这位大爷 怎么如此凶巴巴的 我平生最不爱的事情 就是看别人打架斗殴 贵派叫做无量见 佛经有云 无量有四 一辞二卑 三喜四舍 与乐之心为慈 拔苦之心为悲 喜众生离苦 获乐之心曰喜 于一切众生舍怨亲之念 而平等一如 为舍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呢 你是个农包 我 我本来就是来这里 游山满水的 我已经走到了这里 这样您看我杀的 我可要走了 想走 你 呆子 那二人打你 你为什么不还手啊 我不会还手 你怎么回事啊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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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师兄 师兄 我来帮你 快 快 快 在这儿呢 快快 你吃不吃瓜子啊 你上来吧 好 快 快 我这儿没有梯子 上不去啊 后面 这怎么抓不着呢 跑哪儿去了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抓住他 快 快 快 吃吧 好 那儿呢 那儿呢 师兄 出来没有啊 这雕啊 倒是有趣的紧啊 那也是 你这恶人爱弃武人 叫你全身拖得金光 看你羞还是不羞 师兄 不好了 太快了 是 师兄 你这儿呢 师兄 你这儿呢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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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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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神农帮诸命无量剑 那儿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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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首峨眉 巧笑倩戏 美目盼戏 表哥 表哥 你去哪里 让人家很担心 小姐 叶子屋来人了 没事的 小姐 夫人不在 为谁归去 为谁来 表哥 王姑娘 阿珠姐姐 阿珠姐 阿比姐姐 是你们呀 公子刚出去几天 表小姐就这么心急 我 我只是担心表哥嘛 王姑娘 公子前几日稍信回来说 这少林举办武林大会 为了印证各门派的武功绝学 他也要去切磋切磋 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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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许是 fin 手勾 承让了 爹 爹 这个人是谁啊 以比之道环十比身 能以对手的成名绝招几百对手 除了孤松慕容 还能有谁 在下孤松慕容傅 不知有哪位英雄 还想来赐教 果然厉害 师父 有信 你 神农邦自于左子墓 听着 现耳朵一个时辰之内 自断右手 折断冰刃 会出无量山 否则无量剑 鸡犬不留 神农邦算什么东西 花下好大的海口 打你这恶人 并要死了 为什么 信封信尖上都有毒 你怎么知道 这信封上都有毒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别碰他 有毒 这下毒的方法粗浅得很 只能害害你们这些无知之徒 这位姑娘尊姓大名 请下来一起商讨对策 刚才的信尼也听到了 神农邦说鸡犬不留 那便是连你也要一起杀掉 他们不会杀我的 神农邦只杀无量剑的人 我在路上听到些消息 所以特地过来 悄悄是杀人的热闹 你是怎么跟神农邦结的仇家呀 去年神农邦要到我后山采药 我没答应 他们便来偷菜 双方言语冲突 最后动起手来杀了他们 原来如此 既然你告诉我杰仇的经过 那我就告诉你吧 那日我在山上踩蛇 给我的闪电雕齿 突然碰到几个人经过 说什么 要是不把无量剑杀的鸡犬不留 我们神农邦人人抹脖子吧 说什么 奉了飘渺风灵鹿宫的号令 要查明无量玉璧的真相 后来呢 后来他们就走了 好了 我说完了 我也该走了 小心 站住 怎么 你是想动武吗 我只要你把钢子 刚才的话说得再仔细明白些 这老头说要杀我 你说怎么办 姑娘说怎么办 我们便怎么办 我们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瓜子一起吃 刀剑一起挨 你这人真够意思 不忘我们相识一场 下来 走吧 我 我 这怎么走啊 心想看到那儿 借whel 吃 你说 李信 放 撑 我 电纹 快 电 App 快 解药 不用拿解药了 我没有解药 你只需去山上采些通天草来 弄弄地给它煎上一碗就没事了 真的吗 不过吧 这三个时辰它可不能动它 如果毒入心脏 可就不好了 师父 走吧 你们拿着剑对着我干什么 难道也想尝尝我这胶子厉害 我靠一下 也想被我这胶养伤一口 走吧 站住 施主请 施主 小心 施主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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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小师父如何称呼 不不敢称师父 小僧法号虚竹 赵帮帮主 归帮主正在与长老方丈饮茶 我这就去禀报 麻烦施主在此等候 多谢 两国征兵的消息 我们也是突然得知 可按照两国盟约出定 就算是有冲突 也绝无征兵之需 可照这封密函看来 光这楚王麾下 就征兵了三万 这肯定是有蹊跷 恐怕对我大宋不灵 皇帝年幼 宫中有传闻 太皇太后身体薄雅 就算有盟约在先 我看辽仁 也有可能是另有所图 辽仁野心勃勃 膝下 女贞乃至大理 没有他们不敢招惹的 此次招兵 或许别有意图 也未可知啊 淳王齿寒哪 倘若任由辽仁做大 终有一日 见之中原哪 好 既如此 我即刻修书一封宋王大礼 提醒段施主要多做防守 另外朝廷那边 也要多加小心 而这边境行走打探一事 大师请放心 我改帮弟子变天下 这事实亦不容辞 我看你的 快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只可惜没有势军力敌的对手 今年的大会不免扫兴 我来 阁下好功夫 在下丐帮乔峰 在此领竅一二 他就是乔峰 他就是他 难不如被乔峰 这下你们都讲了 难不如被乔峰 请说 大陆 是 啊 啊 啊 不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辞 汪施主说有要事相询 但不知是何事 今日乔峰前来 两位大师亲眼所见 不知是如何砍发 辞子幼时曾在少林学艺厚入丐帮 这些年长进不小啊 听说今日在擂台之上 孤苏慕容出尽了风头 可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人都说北乔峰南慕容 足可见他在江湖中颇有声望 这次辽军增兵之事 也多亏了他奔走相告 汪施主突然这么笨 难道 实不相瞒 我汪剑通资质有限 年龄也大了 当时让闲才是 乔峰天资过人 当年泰山大会 他不过二十出头 却连创丐帮强敌九人 为我丐帮威震天下 曾经单枪匹马 深入敌营 刺杀辽邦副将 如此大功 早就该当帮主才是 我早该料到 你既传他降龙十八掌 又让他处处立功 便是早想把帮主之位 传给他 不可不可 该帮乃天下武林第一大帮 那帮主之位何等紧要啊 这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 他最注重情义 我为了磨灭他心中魔 曾经给他出三道难题 他都一一化解 若不是我一直在刁难他 帮主之位 早就是他的了 既然汪施主早有决断 我看也并非不可 只不过这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咱们还需要多有些防备才是 两位大师放心 这事我早有安排 如此甚好 阿弥陀佛 可能稍等于刚才能拒绍 剧主 这师傅又不在 你在这儿卖什么力气呢 你看到那今日 乔峰与慕容复的比试了吗 我跟你说啊 你看了也白看 就你这呆瓜 你就是看到下辈子 也碰不到人家一根手指头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傻 因为你笨 因为你不会诵经 因为你是个呆瓜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是啊 没错 师傅说 剑贤私奇才能有禁忌 虽然现在这两位施主 英雄盖世 想来他们应该也是从 最基础的武功上学起的 我虽然笨 但笨鸟可以先飞 我应该更加努力才是 人家二十出头就已经 闯出了名号 你看你 你还在这儿扫地呢 师兄 扫地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师傅不是说过 只要用心 吃饭时修行 行路也是修行 这扫地亦是修行啊 你说什么 扫地也是修行 好好好啊 你不是扫地吗 那你便好好地扫地 好好地修行 你这呆子还真扫啊 阿弥陀佛 好 方丈 方丈 尔等不勤修功课 为何在此捉弄同门啊 佛曰众生平等 尔等生性轻浮 在此欺压同门 有违我佛训事 罚你们抄写般若波罗蜜多经一百遍 自取领发吧 是 叙主 你观那降龙十八掌如何呀 弟子弩钝实在看不出什么 只是觉得 乔施主使用它 锐不可挡 格外地刚猛 那降龙十八掌 乃是治刚治奸之术 但论其犄角 却不在刚猛 而在有余 别看这招式简单无奇 但是论其掌力 忽强忽弱忽吞忽 从治刚之中 竟能生出治柔的妙用 那慕容腐败 也正是败在这刚柔之际 虚实之间 世间英雄辈出 日后你若有机会外出历练 自知世界扩大 弟子一定谨记 你去吧 是 宠辱不惊 这或许是你的福气 你这雕儿叫闪电雕 迅疾如风 快如闪电 那是 我这雕不光名字厉害 牙齿更毒得狠 被它咬上一口 历时就自斩右臂 若是再耽误几个时辰 它可就活不过第八日了 你不是说 只要浓浓地熬上一碗通天草 便可解毒吗 我那是骗他们的 若我不这样说 他们怎肯放我们出来 不行 你在这儿等我 我得回去告诉他们 傻子 你要是这样回去 咱们还有命吗 我这雕虽然厉害 可是他们众人一起用上来 怎可抵挡得了 你说的 瓜子一起吃 刀尖一起挨 我可不能抛下你 自个儿逃走了 我姓朱 爹娘叫我灵儿 你呢 你来这无量山做什么 我听人说啊 这无量山上风景清幽 便向着走上来瞧瞧 朱姑娘 你看那是什么呀 糟糕 那地势神农邦在演练毒药 用来对付浮量剑的 端大哥 我们快些走吧 别收到牵连 这江湖上的凶杀斗 我真是太不像话了 不成 我得过去见他们帮主 告诉他们 不可这帮活乱杀人 你要是害怕的话 就在这儿等我 我自己去 端大哥 端大哥 我建议你们是吧 你干嘛 给我 撒 你干嘛 来来来来 客官 您的赛 客官 里面请 都说北乔峰 南慕容 乃当世俊杰 我看呀 不过夸张而已 看来这北乔峰 南慕容 到底是北边更胜一筹啊 好啊 公子 无妨 你怎么 疼 谁叫你出手轻薄下流 伸手推我这儿 要是换做别人 我早把他杀了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事才在剑湖宫中 要不是你出手相助的话 我定会多吃两剑耳光的 先向你摔了我两次 我们大家扯平啊 你的意思是 那你现在生气了 莫菲 你打了我 我还欢喜地说 姑娘打得好 姑娘打得妙 我还得谢谢你不成吗 好啊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打你了 你别再生气了 好啊 除非 你狠狠地让我打你两下 你打就打 可是 可不许出手太重 好 那我可打了 你怎么还不打啊 就这两下狠的 可疼得厉害吗 我就知道 你这人是极好的 好了 线下啊 我大仇已报 我得赶紧去找 那个司空玄帮主了 江湖上的事 你一点都不懂 若是犯了人家的忌讳 我可救不了你 我就陪你走一走吧 走 段大哥 你瞧 坐在中间的老头 他便是神冬帮帮主 司空玄 好 我们去找他 你可千万得小心 是 是 不认识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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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司空玄帮主请了 在下断玉有礼 阁下 到此有何事啊 在下听说呀 贵邦与无量剑 结下了冤仇 特来向诸位劝解 要知道啊 这冤家一解是不易解 更何况 斗殴凶杀有违国法 若是让官府知道了呀 有大大的不便 所以还请司空玄帮主 急速回去 悬崖勒马 不可再向无量剑寻仇了 你小子是谁呀 没事找老夫来消遣 谁叫你来的 没有人叫我来呀 便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老夫行走江湖四十年 就没见过这么胡闹的小子 拿下 千万 司空帮主 段公子好严相劝 你不听也就罢了 何必动满 段大哥 这老头不听咱们的 咱们别多管闲事 走吧 好 两个娃娃在这儿跟我鼓道 背后一定有蹊跷 把女娃娃绑了 你这山羊老胡子 你 你需要逼我出手 你快放了段大哥 我可不是怕你 只是我爹爹不让我在外面胡乱声势 好大的口气啊 还不拿下 重度点小心 我就不停下来 还不停下来 现在樊一眼 会肯定躲这些 работы 我有特赢吗 我有时便宜很高 好 让我们acao 你把王跑掉了 是 此次去了边境 最重要的 就是隐秘二字 一定要打探出辽营 增兵与否 形营配置 作战安排 切记 若无特殊原因 绝不可与他们正面交锋 一面打草惊是吧 是 另外 我已通知韩总兵 要他多加小心 若是辽人有什么异动的话 你们也可加入他的麾下 随时准备 策引朝廷军队 是 师父 参见王国 辽军增兵之时 宣慈大使已通知兵部 但朝廷认为 这只是我们的猜测 并不重视 可这事关边境百姓 就算是一点风吹草动 也不能等闲失职啊 这件事情 有进一步的消息 再通知朝廷吧 你们先下去 是 是 需要者呢 您想帮你保持我们的家 疯儿 你从这儿 想西方的运动 始终尽疾 是 你对丐帮的感觉如何 丐帮就像我第二个家 兄弟们 待我如青棚血脉 至亲至密 无可取代 这些年来 我给你设立了 三大难敌 七大考验 让你为帮中之事 四处奔波 又让你孤身一人 深入敌影 差点连性命都不保 你可怨我为师 这是师父对我的严加要求 又怎么会怨师父呢 好 我王剑通 没看错你 该帮弟子乔峰 跪下 是 该帮第八代帮主 王剑通 今代表历代帮主 将打构棒法 传与该帮第九代弟子乔峰 你今后就是该帮第九代帮主 以后应以该帮事实为重 福祸相宜 荣辱与共 我已经通知了各大长老 和分舵舵主 不日将在总舵 举行纪尾典礼 从今往后 该帮就交给你了 侠风 定当不负重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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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